原来自解LS7这么大 来跟特斯拉姆多Y对比一下 跟蔚来ES6对比 跟比亚迪唐理想万对比 还有列装车极客001对比 由于自解LS7的整个造型是非常运动的 侧面底部这条上扬的人线和大溜背 单独看可能觉得这台车不是很大 但真的走到它面前才发现 怪不得它叫中大型SUV 车内的空间也很大 自解LS7的这个零重力座椅 估计大家都看过了吧 能够把前排座椅得点起来 这个老板位确实过于珍贵了 还有它这个延伸到后脑勺的大穹顶玻璃 更加显得车内宽敞明亮 你还别说这个大穹顶 加上这个亚特分漆式方向盘 以及贯穿式的中控屏 这三个放在一起真的是绝配 这种驾驶体验非常独特 除了百万的特斯拉Model X 在其他的车上体会不到这种科幻感 说到Model X呢 其实自解LS7这台车 对于特斯拉车主来说 真的可以无缝过度 因为它的很多操作 基本上和特斯拉都是一样的 你看它也是使用的怀挡 方向盘上也只有两个小滚轮 开启自动辅助驾驶 也是向下波动两次挡杆 几乎是不需要适应的 智捷LS7这台车 除了以上的一些特点 还有很多小细节也都做得不错 包括它的驾驶质感 真不愧是威廉姆斯团队调教的底盘 非常的运动 30万出头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蛮香的 正好我记得这台智捷LS7 做尝试加体验 有问题想了解的小伙伴 都可以跟我沟通 接下来还会更深度的分享一些 智捷LS7的细节体验 感兴趣的朋友点点关注 这里是设计师聊电车 一个在乎美感和细节的电车频道